画面右下方突然冲出一个不明物体 导致一辆蓝色小轿车当场被撞毁 并二度撞上也是正在行驶的公车 蓝色小轿车车身全毁 车上两个人当场死亡 这起看起来触目惊心的车祸 发生在20号南京街头 造势的是一辆B&W 画面放慢动作看 B&W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冲 完全没有刹车的意思 造势师机量货后 汽车逃亡 但随即被警方抓获 经过调查和鉴定 排除了造势驾驶人的 酒驾和独驾嫌疑 由于这起车祸撞击得十分惨烈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故原因 记者综合报道